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由于培训时间有限 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在线培训 首先谢谢各位参加由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举办的云培训系列讲座 为了保证培训的品质 培训中会精英各位的声音 并分享主讲人的屏幕和PPT 如果有问题请先记下来等结束后再统一发问 如果您是澳科大的老师或学生 进来的时候把登录名修改为MUST 加老师或职员或学生再加上你的历称 这场培训的主题是GEL的系列资料库 PPT已经放在了图书馆的导航上 大家也可以去下载 然后我们结束之后也会在线分享的 希望对大家的学习研究和教学工作有所帮助 现在就欢迎本次的主讲人Wincent Wincent你好 你好 各位Musty老师 管言大家好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屏幕了 好 那我现在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屏幕 现在大家可以暂时看到我的脸孔 之后的时候我可能会稍微把那个 那个视频关一下 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会对那个速度 相对的会好一些 像目前所拥有的这些原始档案的相关的这些资源 然后之后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我们都可以在剩下的时间 就是这个讲课完了之后的时间里面 我会跟大家在一起讨讨论一些相关的问题 OK 你们要原谅我一下 因为我又一阵子已经没有用中文讲课了 所以可能就是会有点那个叫什么 我口词不清 OK 那我们现在就从这边看到这个PPT 那基本上就是说跟大家介绍关于Gill Gill呢 它是一个在美国 就是Michigan City的一个公司 然后呢 它是以出版一本参考工技书 在大概是1950多年代的时候 开始慢慢的把现在的所拥有的这些相关的资源呢 就做成了数字化 那我们当然是说除了数字的相关的这些原始资料库之外呢 那我们还有出资本的 电子书的 然后属于集成期刊库的 还有等等 然后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是收尾交卷 所以收尾交卷呢 也是有一大部分呢 我们事实上也是把它数字化之后呢 做成了数字档案 OK 所以我们今天会讲跟大家讲解的就是 Digital Archive 就是数字化档案的这一块 OK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看到 就是说Gill大概是在1954年的时候出版纸本的 然后到了1998年的时候呢 Gill呢跟另外两家公司合并在一起 而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有做电子相关的这些业务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也是看到我们所拥有的这些相关的资源 可以整合在一起之后呢 那我们就在1998年开始去探讨 做相关的数字化的档案 然后结果就是在2002年的时候呢 我们的第一个产品 就是英国的泰晤士报呢 就是做成了所谓的电子档案 OK 那我们在这边也可以探讨一下 就是说世界上就比如哈佛大学 牛津大学 耶鲁大学 那为什么他们在大学的排名榜呢 他们一直以来都是 就是在排名 排名就是前五名还是前十名之内的 那最主要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他们这些大学呢 有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图书馆相关的 就是这些资源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们的图书馆里边有收集了 早期可能就是几个世纪前的 相关的这些原始资料 这些书 那这些书以前的时候 就是说 就是对于做研究学书 研究的那个学生也好 教授也好呢 他们就是拥有这个机会去看到 相关的第一手的这些资料 OK 所以这个不只给他们带来了 所谓的声望 然后也是给他们这些写者 能得到了这个相当好的一个 就是一个优势 可以去做他们的研究这类东西 OK 那世界最大的图书馆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大英图书馆 所以大英图书馆 它目前有收藏的 超过了一亿七千万件的 那个不同的相关的这些书 还有延时档案这类东西 然后呢 有一部分呢 它事实上是属于手稿 还有一些文件啊 书信啊 等等等 那这些手稿 书信文件 有一大部分 不是一大部分 基本上就是说 全世界 它可能就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同一个手稿 就是一个人写的东西 它不可能就是 重新再去抄 就好像抄佛经这样子 它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出现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所谓的这些手稿 还是文件都好呢 它们都是属于 就是 独一无二的那种状态 所以这些东西呢 如果说没有人去把它数字化 还是去把它做出来的话 基本上 更多的时候呢 我们 哪怕是写者都好 他可能都不知道说 在各个大学 这些大学的图书馆 还是大英诸书馆 都有这些相关的这些资源 所以呢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因素 我们就是开始去探讨 有没有办法 把这些档案 原始的信 信啊 还是手稿这类东西呢 去做成数字化的档案 OK 所以如果说 在以前没有 科技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 所谓的研究人员 他们可能必须要付相关的飞机票 他可能必须要付住宿费 然后他可能还要付 吃住的这个地方 然后从一个国家 飞到去另外一个国家 来做相对的这些研究 然后更可能的时候 你必须要安排好 所有的这些行程 因为这些东西 它可能就是 独一无二嘛 所以有可能就是说 相关的图书馆 也未必愿意把这些东西 拿出来 让你去做研究 还是让你去看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对于在学术 研究人员这个部分呢 事实上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难题 OK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就让Gill 在看了自己本身 所拥有的这些 字眼之后呢 让我们更切心地认为说 我们可以事实上 把这些字眼 做成数字化 然后带给全世界的 学者 都可以在家 在学校 轻松地就可以去做到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跟很多家 不同的图书馆 大学去合作 就比如说 我们在做这个 现代法学 的这个形成系列的时候呢 我们就跟哈佛和耶鲁 这个大学的图书馆 里面去拿到 他们相关的这些馆场 OK 然后当我们在做 这个18世纪作品 在线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可以从 那个牛津大学 还有大英图书馆里面 去把他们所拥有的 这些藏书 全部都用数字化的方式 给展示出来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在世界各地呢 我们已经有超过 1000个机构 当然是一大部分 还是属于 学术性的大学 还有一些公共的图书馆呢 他们都开始去 收藏 Gear的这些数字馆场 OK 所以他在收入这些数字化的 那个馆场的时候呢 他第一点就是说 也可以增强了 学校 对于学校图书馆 对于图书馆的这些馆场的 那个增加他的那个亮度 然后第二呢 他也有可能就是 也可以帮助 学校去提升 相对于在图书馆的 馆场的那个名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现在有更多的大学 还有公共图书馆 更愿意的去购买 这些延时的数据 就把它收藏在学校的 图书馆里面 当成是相对的馆场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Gear呢 在经过了将近 20年的努力之后呢 我们把 跨越了大概 560年的 全世界的这些 相关的历史呢 都做成了 不同的数字答案 OK 就从刚才我说到的 就是从2002年的 那个叫什么 英国的泰晤士报 开始做起之后呢 那我们第二个做的 就是18世纪作品 在线就是你所看到的 叫做ECCO的这个东西 OK 然后后期的时候呢 就是有一些图书馆 他们本身看到了 Gear在做这个 资料库的时候的 那个功能平台 还有其他的技术的 这个部分之后呢 有一部分事实上是 这些相对的图书馆 来跟Gear联系 就是说他们很愿意 跟Gear去配合 把他们这些 所拥有的 独家的馆场呢 数字化 然后带给全世界 所以我们在 经过了这么 20多年的努力之后呢 基本上 Gear现在可以称为是 全世界最大延时 档案的资料库的 出版商 OK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看到 就是 其中的一小部分呢 也还没有包括全部 OK 所以我们的合作的 那个图书馆 还有相对的一些公司也好 出版社也好 所以他们所提供给我们的 这个东西呢 就是最延时的资源 OK 所以我们就是会用 图片的方式 把这些文件 还有内容 全部用图片的方式 给展览出来 OK 所以在我们做这个 产品的时候呢 我们也当然是会考虑到 很多个不同的研究的 那个主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18年 所做的这些资源呢 它事实上涵盖了 在学习上的 很多的学术研究的主题呢 它事实上都有包含在里面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OK 那延时档案呢 它事实上也是 记录了人类文明的 一个进展嘛 就比如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一个大航海 一个早期的时候的图片 那像现在的我们 如果说要看回 像这些帆船 基本上是很难的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当初时候的时候 一些图片 还有当时的状况的 一些图片呢 它事实上会提供给大家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参考 OK 然后这个是一个图片 就是说当他们发现 新大陆之后的时候 原住民进行文化传播交流 等等的一些图片 所以这个是其中的一些图片 当然就是说 在相对的文件里面呢 你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的 文字 档案 去了解 去更深入的探讨 在那个时代的时候的 点点的意义 OK 所以这个就是为了资源 然后发生战争的一些相关的插图 然后还有文艺复兴对于思想 文化 艺术多方面发展的这些图片 它都有在我们的这些 也是把案里边展示出来 OK 那工业革命当然也是非常的重要 然后尤其是在18世纪的时候 因为在18世纪我们说了 它就是最初思想的100年 哪怕是你说在经济领域上 在法力 在发明 还有在机械 等等等等的那一个东西呢 很多时候呢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比如你要说 飞机啊 然后电话等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呢 你可以从那个时候去理解到 当初这些革命所带来的 生产力的一些相关的讯息 OK 然后当然就是 之后的时候 就会有所谓的新生活嘛 新生活方式 有钱了之后的时候 会对某一些东西的需求 又有一些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会看见到 就是它的一个进程 OK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也是 记录了一些近代的战争 可能就是 就是20世纪的一些近代的战争 的一些点点滴滴 然后之后折向和平的竞争 还有现在的更强烈的 竞争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在我们做这些支援的时候呢 事实上Gear有将近400多个人的一个团队 然后我们当然是说 在做数字 在做这个数字 原始档案的这个资料库的时候呢 它事实上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它可以做到全文检索 OK 所以我们做的全文检索呢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 就是A到Z的那个方式 然后后来的时候 我们还跨越了那个难度 去做到可以做阿拉伯译的那个全文检索 那未来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对手稿的这一类东西的内容 也是可以去做到 阿检索这一块 OK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资料库的时候呢 也同一个时候呢 进行了这个文献的保护 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收到了相关的这些原始的档案啊 书本啊 文件等等的时候呢 那如果说它有破损的一些地方的时候呢 我们先会去修饰好了之后 再去对相对的这些文件 还有这些书来做相关的扫描 所以这个事实上就是提供了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对于 提供给我们原始档案的这些图书馆啊 还是商家都好 他们的这些原始的资源呢 也同一个时候 让可以受到gear 去整理了之后的时候去保护 让它可以更长久的去 做一个相对的观察 OK 所以这个相信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 就是说gear在做这个资料库 最重要的就是说 它可以实行的全文的检索 这个就是我们用的光学字符识别 就是OCR嘛 OK 所以OCR事实上是识别了这个字眼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资料库考量到 有一些部分 比如些手稿这类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要呈现的是叫做 颜知颜味的那种感觉 对于学术人员 还是对于早期的人 他可能在他的一些书还是文件旁边 他有放一些手写的一些notes OK 还有一些东西呢 我们要用那种颜时颜味的方式来呈现的话呢 所以我们做了相对的另外一个技术 就是说你所检索的东西将会以图片的档案展示出来 不过呢 你所使用的关键词 它将会在文件上面标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个部分就是说 它直接的就是在相对的文件 它已经可以用青色的那个标 把你用的关键词给标出来 那这个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 也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把Gear带到了另一个阶段 也就是因为这个技术让Gear可以跟更多的 出版社还有图书馆合作 把他们的资源带到给世界各地的研究的图书馆 还有大学单位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个问题 东西就是说在原始档案的背后呢 事实上有团队去显写了这个XML 就是用了OCR的这个工艺 然后再做一个相对的排版 每一个关键词它都会有一个位置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呢 当你去做一个全文检索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把相关的字眼给标出来 OK 所以今天也跟在座的同学和老师分享一个好消息 就是说我们期待了很久的一个夸库 统一的一个检索平台呢 终于完成了 这个事实上是最近才完成的一个夸库平台 那意思就是说 接下去之后的时候 你都可以用我们这个夸库平台 对你们所拥有的所有的这些资源呢 做一个统一的检索 那你就不用说对某一个资料库单一的来做一个检索 你可以同一次把所有所拥有的这些资源呢 都做同一次的夸库检索 OK 那接下来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就是说 在我们各个不同的这些原始资料库里边 可以看到的相对的一些案例了 OK 那我这边事实上是偷了我一个同事的 就是说他是用西方的角度去了解中国历史 OK 所以你可以从我们各个不同的这些原始档案里边呢 可以看到在各个不同的资料库里边 可以呈现出来的是包含了哪一些 OK 就比如说在哲学和历史这个部分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本呢 事实上是早期的那个拉丁语的文献嘛 它是属于那个鲁家邪说的 然后他的题目是孔子的道德经 OK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外国写者呢 对于孔子的画像的一个插图 然后再来你可以从这边看到就是18世纪的时候呢 这个是中国在宋奇时候的城市的那个研究 和建筑的内相对的这个研究 所以如果说你是在建筑学想对于早期的建筑的这一类内容 去做一个探索的话呢 事实上你可以从这些我们的原始档案的资料库里边去看到 OK 然后第二个呢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是说 在我们这些资源里边还有包括了地理 还有生物和科技这个部分 然后第一个图片你所看到的就是 对于丝绸文化的相关的介绍 和它的相对的那个图片 然后再来呢 从这边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对于研究关于指南针的这一块 它也是有相对的这个研究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篇文献里边有说到 在于指南针呢 中国在发明指南针事实上 研比那个叫什么 就是欧洲要找很多很多人 OK 所以这个事实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献 然后在语言和文学这一块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 他有提到的就是 李白 关于李白的 因为李白毕竟是说 在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呢 它是属于西方 比较著名的一个中国的诗人嘛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资料库里边 也是可以去看到 然后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就是 东方旅行者手册嘛 The Chinese Travelers 而这个事实上是教你怎么用 就是中国的文字 我事实上研究了一阵子之后的时候 我终于看到了 它到底要呈现的是什么 就比如说 它事实上是用的就是 如果你要对于一个珍珠 是怎么样去叫什么 有一个就是一枚珍珠 有没有 然后我这边还有一本书 这个就是本嘛 然后这边是书 有没有 然后之后的时候 还有其他的这个部分 所以它事实上是 对于早期的时候 外地的人他们要学习汉语 中国的这些汉语 的是那个时候的时候 所拥有所先写的这一本书 然后你这个里面也是可以看到 就是说它教导 所谓的 人家对于中国的 数目字的那个读法 OK 八九十 然后这边呢 你事实上有看到一个比较 特别的 就比如是说十二 十二这个还可以 然后我记得这边有一个是两百 等一下我忘了 OK 二十 二十是哪一个 12 OK OK 12是十二嘛 对吧 你看到这边是十二嘛 然后这边它写的是二十 那这个事实上是有可能早期的时候 中国的文字 中文呢 它事实上是由那个右手边 往左手边写过去的 所以就是说它在翻译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它结果的时候就出现了相对的错误嘛 然后十三 它就是拼过来的时候 它就变成三十 所以事实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好玩的一个东西的发现了 OK 然后它还有包括了对于经济 还有社会法律的这些文献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 就是对于中国国内 还有国际的那个 各个不同的法律的相对的 家庭法律的一些描述和一些介绍 所以你都可以从这个里面去看到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你还有 对于外交啊移民啊宗教等等的 OK 所以这个是对于早期的时候 清朝移民的研究 然后接下来呢 你还可以看到 就是早期的远东的中国报纸 它事实上是描述大概是1966年到67年左右的时候 神贤祖室在中国的那个宗教宣传的一些讯息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资料库里面去看到 OK 所以当然就是说它还 因为毕竟刚才我有说到 就是说整个资料库呢 它涵盖了就大概有560年的历史嘛 所以你可以从不同的资料库里边 可以去发掘到一些历史大件事件的那个前后 所以按不同的那时间的段你都可以从一些历史事情的发生之后的所有的文献呢 你都可以用这个方式里面去给找出来 所以这个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很好的一个 就是对研究人员可以去理解整个背景 历史一个世界呢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料库 OK 所以我们从这边里面还可以看到 就是尼克森访华等等的这些报纸的一些简介 所以这个都是属于第一手资料嘛 如果尤其是来自于报纸的 毕竟是报纸是当时的时候的记者 他们亲眼看到的亲眼听到的 所以我们都把这些东西称为延史 还是primary档案 就是它呈现给大家的就是最真实的那个东西 OK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就是关于什么 对华政策的相对的那些转变 OK 等等等 然后他们这些全部都是属于top secret的 所以它是来自于我们的简易档案 但有一部分可能学校目前还没有购买这些资源 这个只是让大家可以理解到 就是说在Gear呢 在做这个资料库的时候呢 我们都去做了很丰富的这些资源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刚才所讲的就是 它涵盖了非常广的一个学术的那个主题在里面 OK 所以多种的形式答案来满足学术研究的需求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要给大家带来的相对的这个讯息 OK 那在这边呢 我也特别的去把其中一个 一个叫什么 就是鲁平勋漂流记的一个东西给简介出来 那这个资料库呢 事实上是在我们的18世纪作品在线 然后学校目前也是有这个资料库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本在1719年的时候出版的 这一本鲁平勋漂流记 所以你如果要看大概是300年前 对吧 差不多已经超过300年前的这本书的话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那在这边就顺便跟大家讲解一下 就是尤其是在座的同学也好 不是在座 就是在网上听课的同学老师还有管员都好 这些文件呢 你可以看到 还有这些书本都好 它已经300年的历史 那它有没有版权 OK 如果说这个东西是你 因为这个文件是gear系扫描出来的 当它扫描的时候 它是一个图片档嘛 所以它是一个新的图片档 就是刚刚扫描下来的 所以这个图片档呢 它事实上就是有版权 OK 所以不要以为说它已经500年了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东西 我就可以把它下载上来 然后放到淘宝还是哪里去卖 说你们要不要300年前的 这个鲁平勋漂流记的延史的书 OK的档案 它还是有版权的 那个版权是实际上是因为 这个电子档案是gear扫描下来的 那如果说你今天自己本身 有机会去到大英图书馆 在大英图书馆里面接到了这本书 然后你自己本身用自己的扫描机器 去扫描出来了这本书 那个版权是属于你的 OK 那好消息是在哪里 如果说你今天是在斜术研究的方面 就是在斜术使用 还有就是非盈利方式的去使用的话呢 你事实上是可以无限制的去使用 只要没有牵涉到盈利 就是你不会说拿去卖 去赚钱这类的东西的话 那你基本上是可以无限制的去使用和引用 如果说我用另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说 如果说今天你可能想要 你的男朋友还是你朋友都好啦 可能就是对这些古书很感兴趣的 你想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打印去把它做成一本非常漂亮的书 那它会不会牵涉到版权的问题 基本上是没有 因为你是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你自己本身打印去 之后你要做什么 当然我们控制不了 所以你基本上是可以这样子做 那如果说图书馆打印下来 可以不可以呢 图书馆也是馆研自己本身可以打印 只不过馆研不能够打印了之后呢 把这本书放到书架上 为什么 因为学校的图书馆可能有外来者 就可能有访客 那访客如果走到图书馆的书架里面去 拿起的这一本你所打印出来的这一本书的时候呢 它就违法 就是违反了相对的这个版权 所以这个是对于版权的那个前世 让大家去理解一下 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很多时候呢 我们也会收到一些老师啊 就是说他们想要引用里边的图片啊 内容等等等 就是自己本身可能要发表某一些文献在某一个期刊 等等这个状况 那在这边跟大家讲解 就是说Gear事实上并没有办法去授钱 让相对的老师去使用他的图片档 OK 所以这些东西呢 就是必须要回到原始的图书馆 还是原始的出版社那边去锁起的 那他们可能会对相对的使用呢 收起一些费用 所以这个就是对于使用的这个概念 可以吗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 Gear呢 就是在不断的努力之后呢 我们现在已经有超过了 2.21页的原始的文献的资料 那到了今天 Gear还是不间断的每一年呢 都会再推出新的这些原始档案的资料库 OK 在这边就稍微的回去到我们的这个网站一下 OK 在座的馆研就不用说了 如果说同学和老师 就是说你如果想进对Gear的这些资源 去探讨的话呢 你可以来到澳门科资大学的图书馆呢 之后再点这个相关的馆长资源 然后再点击这个资料库 然后到了这个资料库的时候 你基本上只要是可以点这个Alphabet G 因为G是代表着Gear的这个公司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里面 你可以看到对于Gear的电子书啊 然后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Gear的原始档案呢 它都已经在这个图书馆的网站 给大家产生出来 所以这些下面的呢 其实都是每一个资料库之后的时候 我会跟大家一一的讲解 那如果说你只要点击了这个部分的时候呢 你将会来到这个登录的画页 那非常恭喜各位 就是说你基本上只要在家 还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你只要可以上网 有相关自己本质的这些账户账号之后呢 你都可以登录进去使用 澳门科技大学的所有的电子职业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 一个豪华的一个优惠 因为毕竟是说在我所接触到的很多图书馆呢 他们都没有办法提供学生在校外 去使用相对的这些电子职业 OK 那我们回到这边的时候呢 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相对的数据库 那以下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 所拥有的这些资源 那我们这些资源在做了这个新的平台之后呢 我们都把它分成了三个相对的主题 一个呢就是早期的 可能就18世纪之前的 还是19世纪之前的 所以我们有的就是Archive Unbound 然后18世纪作品在线 然后The Making of Modern World 然后19世纪的我们也有这个Brazilian 还有China and the Modern World 19th Century Collection 然后你还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图书馆还有了七个是属于来自于期刊 还是报纸相对的这些资料库 OK 所以这些资料库有这么多也是有它的一个好处 因为你可以做对比的这个阶段 那这边我突然间就丢出其中一个呢 它事实上是国家地理杂志 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很熟悉 所以我们也是有跟国家地理合作呢 就是把它在1888年的时候 出版的第一期的国家地理杂志呢 数字化的方式给展示出来 所以学校也是已经有购买了 所以你如果对于早期的国家地理杂志感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从我们的这个资料库里面去看到 OK 那我们在说了这么多字眼之后的时候 我就可能相对的跟大家比较快速的讲一下 就是说这些字眼的几个特点 OK 那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称它为阿开安包 还是珍惜岩石档案 OK 它事实上的出现是因为有一些手稿 还是有一些档案呢 它的分量还是页数相对的比较小 所以因为比较小的话 每一个小的资料库我们都开发成一个平台的话呢 是会对我们造成 还是对使用的 使用者呢会造成很大的那个困扰 所以呢我们就开发了这个叫做阿开安包呢 就是把一些比较小型的资源呢 可以整合在同样的一个平台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现在我们已经有超过380个合集了 OK 然后分成44个大类 然后目前呢澳门科技大学呢 有购买了380个的其中9个 OK 所以这个东西事实上是根据学校的需求 可以慢慢的时候再去添购的 OK 所以它事实上也就是可以集合了 也可以单独的使用 也是可以做跨库检索的使用 然后档案的来源就是非常非常广了 因为毕竟已经收录了380个合集嘛 OK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 鲁宾逊漂流记作品的其中一个 你可以从18世纪作品在线里面去看到 所以这个18世纪作品在线呢 我刚才也是有谈到18世纪就是最初思想的100页嘛 OK 所以它整个collection呢 已经收录了将近是20万7千多卷的那个书 然后它也是可以做相对的全文检索 OK 所以这个呢 我们还在研究是说 因为18世纪作品在线的这个资料库 为什么我们会做出来 事实上是因为有两个因素 其中一个因素因为Gear呢 可能在早期的时候 60多年代还是80多年代的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有对它的这些纸本的东西 做了数为交卷的那个动作 所以呢 我们就是因为已经有了这些数为交卷 去转成电子档案的话 基本上都是比较简单和比较快的 然后同一个时候呢 18世纪作品 它事实上有一个学会 他们就是专门收集 18世纪在英国出版的这些书目的讯息 然后我们就是有跟这个团 就是这个机构合作 就按他们的书目讯息里边 去对这些所拥有的这些书目讯息 去寻找他们的馆藏 在哪一个图书馆 在哪一个地方可以找到 然后再把它去做成数字化 所以我们已经推出了两个 就是两个版本 所以未来的时候 可能还有第三个版本 会一直不断的增加 不过这个之后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去探讨 所以呢 因为18世纪的时候呢 它事实上对于在于 尤其是对于法力 对于科学 还有对于文学艺术等等呢 就是最重要的那个四季吧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里边的时候 去理解到很多很多 早期的时候的这些文献啦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资料来源 就是来自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图书馆 所以我们都会 每一本尽可能都会去寻找 去把它做成数字化的方式 给带出来 OK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The Making of Modern World So The Making of Modern World呢 它事实上是分成四个部分 然后学校呢 目前把这个四个部分 都已经有购买下来 所以这个事实上 对于这个现代世界形成的 这个资料库呢 它真正去体现了在于政治 还有经济金融 还有等等这个方面的 那些相对的内容 所以它也是夸了一个非常 就是五六个世纪的 相对的这些文献 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是研究对于政治 是经济金融这一个部分 早期的相对的这些内容 所以整个这个四个资料库 四个部分呢 它事实上一共有收入了 将近是七万八千多份的文献 然后这边是 应该是叫什么 一千五百万页的内容 OK 所以资料的来用之后的时候 你们都可以从PPE里边 去更深入的去了解 然后这个是巴西医和葡萄牙的 历史与文化 这个在之前的时候 我也是有跟大家讲解过了 OK 所以它也是收集了 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 对于巴西的那个发展的历史 那个研究 还有葡萄牙政治 经济方面的这些演示档案 所以它的涵盖的内容 也是非常广的 因为毕竟它也是 收入一个将近五个世纪的 相对的内容 OK 所以这个产品呢 一共有两个部分 所以我们都 学校都已经有把它购买下来 OK 然后 China and the Modern Wolf 中国与现代世界 中国与现代世界呢 我们到目前为止 已经会 已经推出了四个部分 那目前图书馆 也是已经把四个部分 都已经买下来 在我们明年的时候 将会推出第五个部分 那这个第一个部分呢 它是关于传教士 还有汉学以为文化时期的 相对的那些期刊 所以这些期刊呢 就是我们从跟中国国家图书馆 耶鲁大学 还有这些图书馆里面 就是把17种 那个时期的时候的期刊呢 做成了一个相对的一个合集 所以这个合集呢 它事实上是显示了 那个就是晚清时期 和民国时期的一些中国的实况 还有就是中国从封建的社会 走向现在社会的一个转换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些16页的内容里面呢 它牵涉到的就是包含了基督教的发展 政治文化教育等等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早期的期刊 所建成的一个中国的 和现代世界的一个模块 然后第二个模块呢 就是中国旧海关的档案 因为这个旧海关的档案呢 它事实上是研究 就是晚期的时候 中国还有其西方的一些 密切的一些相关的关系 所以它里面收入的就是 涵盖了官方的通讯啊 电信啊 报告很多都是基本上 都是相对的一些手稿 OK 所以这些手稿呢 也是是对于在中国当时候的生活啊 经济啊 政治等等一些啊 叫做一个历史的一个佐证啊 然后它的内容也 就是收入的这个范围的时候 就是也夸页了啊 太平天国的运动啊 伊核协议啊 新海革命啊 等等的这些内容 OK 所以它收入了将近是27万页的内容 然后主持的啊 支持的主题呢 就涵盖了亚洲中国还有啊 国际关系经济学地理等等 OK 然后它的内容是来自于中国的第二历史档案馆 所以这个也是啊 我们跟啊中国历史档案馆合作的其中一个资料库 然后接下来是第三个部分呢 它是关于外交还有政务的这个密档 所以政务的密档基本上就是对于啊 比如是通信还有官方日记备忘录等等 它最主要就是啊 尤其是中国还有印度之间边境的一些啊 一些事件啊 摩擦还有包含了新疆西藏和云南啊 还有缅甸的中国边境所发生的这些事件 OK 所以它最主要的就是记录了中英关系的相对的演变 OK 所以它就是我们跟大英图书馆的那个啊 啊其中的一个档案里边全部去展示出来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啊啊非常非常啊多的这些字眼 OK 然后这个就是跟啊香港英国还有中国的这个档案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对于香港的政治轻视 还有社会经济等等的啊这些资源 然后它也是啊提供了对于大英在亚洲的相对的影响力 还有就是中国从地质总向共和的转变 啊 还有就是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关系 东亚以国际政治 OK所以这个啊就是对于啊英国和香港中国的这些啊外交关系等等的内容 都是整合在这个部分里面 OK那19世纪呢他这个作品在线呢事实上是分成12个部分了 那这个12个部分呢目前学校所拥有的是其中的三个 就是亚洲西方外交和文化交流 然后接下来就是澳洲和非洲商业 基督教文明和政府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地图和理由的文献 那其他的部分呢就是会在按学校的需求 再看会不会再去把它购买下来 OK所以他事实上是啊我们会去做19世纪作品在线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18世纪作品在线呢的反馈非常非常的好 那19世纪作品在线 他也让我们面对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在19世纪的时候呢 印刷的技术已经是慢慢的在发展 已经慢慢的在进步 所以在后期的19世纪呢事实上 他的含量书的印刷量是非常非常的大和非常非常的广 那对于在我们要做这个相关的主题的时候 就面对了很大的一个难题 然后后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守到这个12个主题而已 所以目前学校所拥有的是其中的三个主题 OK那接下来就是啊 而是原始文献的这个报纸的档案 OK那报纸呢就我们做的最好的就是大英 就是叫什么英国的泰晤士报 英国的泰晤士报呢它第一份的报纸的发 发布是在1785年 OK说是已经超过200多年的历史 那你可以想象200多年的历史 如果说要你从200多年的历史里边的报纸 去把一个相关的文件还是一个文字去剪接出来的话 那将会是一个多么的难 OK或许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OK也不能说不可能就相对的会有很难 除非你可能对事件的发生的日期非常理解 可能会去看那个阶段的报纸而已 然后我们这边所提供给你 就是可以全文检索200多年的这个历史 OK然后我们也把经济邪人的这个期刊呢 做成了完整的电子的资料库 OK然后International Heritage OK金融时报 Illustration London News 这个我就翻译不来了 然后Sunday Times 然后还有一个Times Literary 所以你所看到的这些部分呢 它都可以在有一个叫做跨库的平台 叫做NewsWolf里边都可以去做一个跨库检索 那不同的报纸的呈现 事实上是可以为学者还是为你呢 带来一个相对的一个好处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报纸呢它可能会有BIAS 偏向于某一个政党啊 偏向于某一个社会还是怎样子嘛 所以呢你可以用这种跨库平台来做 检索之后的时候 然后从不同的报纸所报导的那个相对的内容里边呢 它也可以让你做一个相对的一个对比 OK所以我们呢就是提供了叫做NewsWolf的这个平台 让你可以跨库的方式去做啊这个检索 那不过呢 NewsWolf将会在这一个页底的时候呢就不复存在了 那不复存在当然并不是说啊你就不能够做跨库检索 那我们将会可能下个页的下个页中左右的时候呢 我们会提供另外一个超连接 就是说你可以用我们的这个颜值档案的跨库平台来跨库检索报纸这个内容 OK所以之后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做跨库检索 OK这边就顺便大家提一下 那毕竟是国家地理杂志可能啊你对于学生可能也是比较感兴趣 OK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就是从他188年所出版的第一份啊杂志呢 到今天都用电子的文师给展示出来 OK他可能会有两个月到三个月的延迟期 所以你都可能稍微稍微等一下 因为毕竟每一次出版之后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一点时间去啊 这些书做成数字档案嘛 OK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国家地理杂志在线呢 它事实上还包含了另外一另外几个模块啦 那其中一个呢就是包含了人物动物和世界 所以这个里边有将近300多种的电子书 你也可以从里面去看到 OK在还没有谢谢之前的时候呢 我先跟大家回到我们的这个资料库的这个平台 跟大家去做介绍 那在我还没有进去这个资料库之前的时候 可以问大家啊 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哈 没有问题那没关系 那我们就来这边 所以呢今天你所看到的 现在你所看到的这个荧幕呢 它事实上就是我们Gear的 就是product menu嘛 产品的目录 所以我们这个产品的目录也是这个是我们最新的一个平台 那这边是提供就是all database 就是把协校目前所所拥有的所有的Gear的这些资料库呢 都已经是一览式的给大家展示出来 那这边上面呢 它事实上就把它分布成各个不同的资源 那如果说你对Gear的电子书感兴趣的 还是你对目录相关的电子书有需求的话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部分里面去看 那延时档案呢 它自己本身有一个 所以我们这个延时档案呢 你事实上在做检索的时候 你可能有一个非常强的 针对性的那个内容 你想要去看的 可能就是跟中国有所关系的话 那你可能就可以点击这个模块 那如果你可能对经济这个感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用经济这个模块 等等等等的按你的需求 单独来做一个检索 那这个事实上我们没有提到的 就是文学的这个叫什么 就是Gear Literary Index 这事实上呢 它事实上是属于一个叫什么 一个书目的讯息了 因为学校有电子书嘛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说 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去检索一个作者 然后它可以跟你说 你所检索的这个作者 可以在哪一个电子书里面去看到 所以这个事实上是补助 一些写者对于寻找一些资源的 那个免费的一个资料库 OK 那Mall呢 你点击这个Mall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了国家地理杂志 在这个部分 OK 那当然是我们刚才有说到的 除了单独的这个部分呢 你事实上还可以做的就是跨库检索 OK 所以我们的这个跨库检索呢 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叫做Power Search Power Search的检索 事实上是可以对于电子书和期刊库 因为学校目前没有期刊库嘛 对吧 所以它事实上可以跟电子书和期刊库 做相对的检索 那Gear Primary Source呢 它就是可以把这个延时档案 旗下所有的资料库来做检索 那今天呢 我们就从这个平台里面给大家介绍 所以当你来到这个资料库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就是像我刚才的PPT里面已经有展示 就是说它把各个学校 学校目前所拥有的这个资源 分成三大个模块来方式做检索 OK 所以报纸的这个部分呢 你也是可以做单独的检索 那我们会做一个直接的超连接 所以之后的时候 可能你就不会去看到这个部分 那如果说你在学校的图书馆的这个部分呢 它事实上是可以只能够去到单独的这个资源 不过如果说你到了这个单独的资源也没有问题 你事实上只要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边 你点击 对不起 这个是在这边 OK 所以比如是说 你登录到来到这边的时候 学校的网站的时候 会直接的登录是单一的一个资料库嘛 OK 所以你可以重新回到我们的这个menu里边 OK 然后跳出来 之后的时候再往crosser这边里边去做跨库的 OK 所以我们在这边跨库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的相对的这些资源 那我在这边可能跟大家演示一个比较简单的 那我们大家都一直在谈COVID COVID嘛 那如果说我就检索一个 Desease OK 一个疾病 OK 所以我从这边检索出来之后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它会按所检索的内容呢 做了相对的分布 就专题的数作啊 然后它可能是手稿 然后它也可能是一个报纸 OK 地图 还有就是啊 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Archive Unbound OK 所以每一部分呢 在我们的啊 这个右手边这边呢 它可以再帮你做啊 相对的叫什么 就是filter嘛 OK 你想看的是针对某一些啊内容的 你可以去在这边去筛写 然后呢 它也可以提供给你延时啊 就是延时的这些合作的图书馆 OK 然后它的文献的内容 它是属于哪一些 那这边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东西 就是说 第二呢 事实上啊 早期的内容 我们事实上用人工的方式 去把所有的内容再做分类 OK 这些分类就比如说 它还涵盖了 就比如是这些广告这类东西 那我们并不是说 纯粹只是提供给你一个文字 还是一个档案而已 我们还对它里边的这些 所有的内容在做加工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筛写 你所想看的这些内容之后呢 就可以更快捷的去找到你的内容 那出版日期 还有语言 那在我们所出版的 当然是一大部分呢 它是属于英语的 不过有一小部分呢 它还是涵盖了其他语言的 就包含了中文 OK 那按主题来做分类的 也是有可以从里边去看到 再来就是作者 OK 那作者是 如果说你可能对某一个作者 所发表的内容感 迅速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去筛写 然后个人还是关于此人 就是说 在每一篇文献里边 可能会被提及 提到的某一些人 那你也可以从里边去看到 它的相关的检索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范围等等的 OK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个是 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说你可以从 检索出来的这个结果里边 再去缩小 你所要检索的这个 这个部分 OK 然后你可以从这边去提交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 在这个部分呢 我可能显写其中的 一篇文献吧 OK 这个是1742年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呢 会展示出来 就好像我刚才一直跟大家所强调的 就是说 它会展示出来给大家所看到的 就是延时档案 自己本身 OK 然后你所显解的关键词 它就是可以用这个青色的标签给标出来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在这本书里边一共有37页 那我们的系统已经跟你说 你在这个37页里边 这个Desease可以从这些页书里边看到 那今天我随便的点击17页的话呢 那你可以看到 我所显写的这些关键词 它都可以用这个方式给标出来 OK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资料库 最主要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 对于写者而言 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OK 因为你用这种快捷的方式 可以把2.2亿篇的文献 OK 还有跨页560年的这些文献 用这个方式给检索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OK 然后你可以放大放小 然后其他的引用讯息 OK 你也可以把它上载到各个不同的引用讯息的工具里边 那当然是说我们还有 你如果说对这些文献可能感兴趣 事后想去看的话 你也可以放到你自己本身的Google Drive和OneDrive里边 OK 那你也可以把它传送 OK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还有电子邮件 OK 当你传送这个电子邮件的时候呢 这个相关的超连接 它事实上是可以分享的 OK 所谓的get link这个部分 它也是可以分享的 哪怕说今天你把这个超连接 你分享到你的Facebook 你的Instagram那边都好 任何人他都可以点击之后呢 看到你所分享的这个页 OK 他只能够去看到你所分享的这个页而已 那之后的时候 他要再做检索的时候 事实上 他不会允许可以去再做这个检索的这个部分 OK 然后你也可以下载下来 OK 所以你看下载这个部分呢 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如果你要下载整个部分 比如说 哦 这个是1到37页 sorry 1到37页 你可以整个用PDF的文献给下载下来 那今天可能说 我只是下载5到8页的话 然后我现在正在下载下来 OK 所以你下载下来之后的时候 你都可以去把它打印 还是分享去给你其他人的那个方式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整个检索的这个方式 就是非常的简单 然后如果说你要去下一个文献的话 你可以直接的跳去下一个文献 OK 然后如果说你要回到你刚才的检索的结果 那你就可以回到这一个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就做得非常非常棒 那对于手稿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做到哪一个程度呢 就是说有一部分的手稿事实上 因为手稿早期的时候 我们在做这个原始档案的时候 可能并没有做得那么全面 所以他可能对于人物日期地方 这个部分呢可以标出来 那关键词可能他们不会把它给标出来 OK 除了这个因为这个不是叫什么 只有前面那个是手稿 后面的不是 所以我们后期有一些部分的资料库 就是说已经有做到这个部分 OK 就可以做全文检索的 不过早期的就包含了这个18世纪作品 在线呢 它可能只是针对名字 日期和地方的名称 可以做相对的这个部分而已 OK 好 还有报纸 OK 英国的泰晤士报 对于Desease的这个部分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报纸呢 我们是做到哪一个程度 为什么它很重要 报纸呢 我们做到了就是说整个报纸 一页的报纸里边 我们只是把这一篇文献 跟它有相关的这些文献 给栽减出来而已 OK 你可以从这边里边去看到 如果你要看它整个页数的话 就是说 这个是一整份报纸的一个页数 然后我们所栽减出来的那些文献 就是其中这一块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个整个字眼的应用和使用呢 就帮助了写者非常非常的多 就它不用去花时间 就可以很针对性的 对它要找的这些文献 就可以找出来了 OK 那可能在座的同学 对这个主题 这个是以前的时候 我做培训的时候 常常常用的 铁达尼 叫什么 沉默的相对的这些文献 OK 所以我可以点击 因为毕竟这个是 你想看从报纸里边 对于铁达尼 在 Syncing的时候的相对的这些文献 那我可以用 按最旧的报纸来看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Disaster to the Titanic 这个时候是 英国的那个 叫什么 Financial Times所报导的 然后我可以打开 OK 然后还有其他的 可能 我用上看 Password OK Titanic Sun 英国泰晤士报 所报导的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这个是16号 然后这个是 19号 报导的 新闻 所以这个是其中 一些部分呢 也让你可以 对比不同的报纸 对于同样的 一个事件的一些报导 OK 所以他就可以给大家 一个非常 精准的一个讯息 所以我们可以用 这个方式来看到 这边他写 是Titanic 是15号的时候 沉默的 然后英国的 就是叫什么 财经时报呢 对不起 财经时报呢 已经在那个时候 已经 OK 就是在16号的时候呢 他就已经把这个 相对的 叫什么 报纸已经报导出来 然后呢 英国的泰晤士报 还拖了 三四天之后的时候 才出现这个 那个讯息 所以你用这个方式 也可以去理解到 报纸对于 头条新闻啊 等等这些东西 都可以去看到的 那如果说 在报纸这一块 我也曾经 有跟大家讲解过 就是说 如果你是写广告的 OK 如果想想对 可口可乐的广告 去做 早期的报纸 对于可口可乐的广告 的呈现是怎样子呢 OK 然后我们再按 最老的 报纸 然后我可以从这边 对吧 不是 文章类型 对不起 OK Advertisement 好 那我可以把它 缩小成一个广告 那我用这个部分呢 我可应该 等一下 我们试一下 因为我记得 你可以从里面去看到 早期的 对于可口可乐广告的 这一个部分 这个没有 没有吗 广告这个部分呢 有一部分 我们事实上是不会去做 摘检的这个 这个动作 可能这个没有 对不起 我忘了 怎么去找 好 我们用相关性看一下 Cocacola OK 可能相关性会好一些 OK 好 我的速度开始 慢了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早期的 可口可乐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哦 这个是1980年 可能比较近代的 所以你可以慢慢的 往这边 去寻找一些 就是更早期的 OK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 叫什么 就是出版的 相对的这个 日期里边 然后在下列 日期之前 可能你可以放 就1970年之前 的时候的 OK 1970年之前 让我们可以 稍微的再对一下 好 那这边就 可以基本上 可以看到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 让你去研究了 就是对于 广告的一些 相关的内容 所以在我们 整个字眼里边 大家都可以看到 它并不是 纯粹 针对 协助性上的 这些研究 你可能个人 对于某一些 课题 对于某一些 事情 对于某一些 案件啊 都感兴趣的话 你都可以尝试 用这些 资源去做一个 跨顾的方式 来做一个检索 那就希望 就是说 你可以从这个 检索的过程当中 可以发掘到很多 你之前不可能 没有发掘过到的 东西 OK 那也有写者 我们常常用 有写者用 另一个形容词 来说 对于原始 档案这个东西 它事实上 就是等于是 一个金矿 OK 你可以从那边 里边慢慢地去发掘 因为在很多时候 这些原始档案 你不可能都知道 各个的图书馆 有哪一些文献 那因为透过了 这些关键词的检索 你可以从它的内容里边 去慢慢地发掘 你不曾经发掘过 那种东西 所以写者 对于这个平台的 那个评价 是非常非常正面的 也就是因为 这样子的因素 我们目前在中国 有11个大学 还有一个是在新加坡 他们事实上 把Gear 所有的这些 原始档案的 资料库 都已经买下来了 所以他们就拥有了 跟耶鲁大学 那些top 10的 那些U-NIST 他们的那些资源 至少说 要去做一个对比的话 都有这个可能性 那当然 学校目前会按 经费等等 还有需求等等 来慢慢地去把 更多的这些资源 来做一个相对的观察 OK 所以 就大概这样子的 那个 跟大家讲解的这个部分 就刚刚我们所说到 你可以使用自己本身的Google 还有Microsoft的账号 然后登录进去 你都可以把你所喜欢的这些文献呢 都可以把它上载和存档到你自己本身的这个营端里面 OK 所以要回到重新那个相关的画面 只要对这个资料库的名称做一个点击之后呢 那你就重新回到这一个部分 OK 那如果说你想对单独的资料库检索的话 可以在左上角这边 然后点击这一块 那我们又回到了资料库的各个不同的目录 OK 那刚刚我们所说到的 鲁冰逊漂流器的这一块 OK 18世纪作品在线呢 有一些平台你所看到的这个部分 它还是属于老平台 那我们这个18世纪作品在线 应该啦 应该会在这个年底的时候 也是转换成一个新的这个平台 OK 所以你也可以去看到 Robinson Cruiser OK 所以来到这一个部分之后的时候 那我也可以做一个title 然后我就可以看到这个1768年的其中一本书 OK 所以Robinson Cruiser相关的这个关键词 你可以在第17个画页里面看到 看到了没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功能 那其他的功能基本上都是一样 不过这个是建立在一个比较老的平台 所以明年的时候呢 你将会看到就是我刚才展示给大家看到 那个统一的平台 可以吗 好 那我现在就 stop sharing 那我们可以开放给大家 在剩下的15分钟发问问题 好的 谢谢Vincent 那我再边分享一下 我的PPT 然后同学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提出来 就是PPT我刚刚也上载了 然后他同学也可以在图书馆的导航上面下载 电视频的话也会之后也会放在YouTube跟我们的Bilibi的账号上面 就麻烦大家找一下PPP的那个二维码 做一下问占调查 帮助我们了解你更多的需求 我们明天还有一场怀疑的资料库 欢迎大家也来参加 跟更多同学分享一下 那现在开放时间就是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提出来哦 不用客气 而且我会跟大家讲解一个东西 就是说延迟档案呢 在于显写你的tesis 就是你的功课什么都好 你的那个引用讯息事实上是 可以是叫什么 一名惊人的 因为毕竟你那边写的是1786年 然后就是1450年的那些资料来源 对吧 我可以跟大家大概的尽快的分享一个格案 就是在日本有两个同学 是属于是BHD的同学 然后他们在提交他们的论文的时候呢 就是在引用讯息里面 收录了很多这些 就是几世纪前的这些引用讯息 然后呢 把他的教授给逼疯了 那个教授就很惊讶的一直在问他们 你们到底是从哪里拿到这些资源的 然后之后的时候学生 那个两个学生就把相对的这个账号给了这个 这个教授 那因为刚好那个账号呢 它事实上是一个适用的账号而已 所以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的时候 就不能够再用了 然后他就上网去寻找 然后之后的时候联系到我们 那联系到我们之后的时候 就要求我们再重新做那个适用账号给他 那因为毕竟我们的适用账号都是30天 最长可能就是60天 那用完了之后的时候 他又没有账号 然后结果呢 他就花了两年的时间来施压 他们的图书馆 然后结果之后的时候图书馆 也把相对的这个延始档案资源 给买下来了 OK 那这些延始资源呢 就好像我们所说的 可能你在Google里边 可以检手到很多东西 不过这些很多东西 它都是现代二手之言 它并不是延始资源 对吧 二手之言就是说 从别人里边看到的东西 然后再显示 OK 那延始资源就是说 我是记者 我当时去目睹了整个事件 我还当时去看到的东西 我就显示下来 所以这些延始资源 事实上就是最珍贵 和最延始的吧 所以用了它的资源 放到你的引用讯息 那个部分的时候 真的是可以为你的功课加分的 OK 好 真的大家没有问题吗 那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谢谢 寺院的Celia 还有Doris 帮我们安排了这个培学 然后也希望 大家可以多多的去使用 然后去引导你的同学们 也一起来使用 因为这些东西真的是 非常昂贵 然后非常有价值的 好吧 谢谢Vincent的分享 好 那今天的培训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参与 拜拜 谢谢大家 好 保重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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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